第199集 凤子涵大惊赶紧去将人给抱起来 小兰就在一边哭泣道 这里偏僻得很 也不知道小姐能不能熬过来 她伤到了头 必须赶紧止血 否则还真有可能有性命之用 凤子涵摸到了白芸汐头发上的血 还温热着 那怎么办 赶紧找大夫去吧 来不及了 大夫都在城里 你家小姐经不起颠簸 你去附近看看 有没有马指线 那个可以指血 只要将鞋指住了 就没有大碍 小兰虽然不知道什么草药 但是根据凤子涵的描述 还是在附近找到了 又嚼碎了 敷在白芸汐的伤口处 勉强地指住了血 凤子涵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 放在白芸汐的鼻子下晃了晃 就见白芸汐悠悠地醒了过来 一见到凤子涵 仿佛做梦一般的表情 凄凉地落下泪来 自言自语道 没想到 竟然还能梦见世子爷 可见命不久矣 上天总算是可怜我 上我死前还能梦到世子 凤子涵身子微微有一些颤抖 仿佛是被白芸汐这样 无意识地告白给惊了一下 她没有吱声 只是看着白芸汐 说有来世 一定要保佑我再遇到世子 就算做丫头 做奴婢 只要能看到世子 便无憾了 今生奴福伯 就要走了 世子 你的心里 可曾欢喜过我 白芸汐虽然是望着凤子涵的 可是眼神却没有焦距 像是看着梦境中的人一般 还试图伸手去摸 偏偏没有摸到凤子涵的脸 小兰在一旁 阴阴阴地哭泣 小姐 你没有死 也不是做梦 是世子兰救你了 你不会死的 白芸汐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继续梦一般地道 世子 你能告诉我吗 你可 欢喜过我 凤子涵还是第一次 被女子这样大胆地诉衷情 心里的震撼 可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 可是白芸汐 却是迷糊的状态 她也不能说 她不知廉耻 因着这一份迷糊 她反而觉得感动 她已经天烟一息了 却还是记着 对自己的一份情 仿佛是临终之前的遗言一般 这般真情和深情 真的让她感到心酸又心疼 她握着白芸汐无力挥舞的手 你不会有事 等你好了 我再告诉你 白芸汐的心中 却已经欢喜得快要发狂了 凤子涵分明就是对自己友情的 她直到此刻才如此肯定 不然这个男人冰冷的脸上 怎么会出现怜惜和心疼来 白芸汐好像支撑不住一般 就晕倒在凤子涵的怀里 凤子涵赶紧地将她抱起来 对小兰吩咐道 你帮忙牵着马 咱们去观音庙借个禅房 然后再去请大夫 小兰赶紧点头 就见凤子涵抱着白芸汐腾空而起 借着树枝的力道迅速地往观音庙的禅房跑去 进了禅房 才将白芸汐安置在那里 凤子涵才召唤兰自己的人去请大夫 自己从始至终都陪在白芸汐的身旁 因为白芸汐就一直像一个无助的小狗一样 拉着她的衣摆不肯放 凤子涵却没有丝毫的厌烦 反而觉得白芸汐可爱极了 她和自己见过的所有女子都不一样 单纯美丽又柔弱 是个急需要自己保护的姑娘 大夫请来之后 给白芸汐仔细地包扎了伤口 又开了药 小兰就去煎药 留下凤子涵和白芸汐单独在屋子里 白芸汐过了好一会儿才悠悠转行 看着凤子涵像是不认识一样 惊慌失措的 狮子 您怎么会在我的房里 凤子涵见她像是受惊的小白兔一样 嘴角露出一丝难得的浅笑 你仔细看看 这可是你的房间 白芸汐这才环顾了一下四周 害羞地低下了头 这是哪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凤子涵将她受伤晕倒之后的事 说了一遍 白芸汐感动地垂下一滴青泪 就要给凤子涵磕头却被她给拦住了 你身子还虚弱呢 大夫交代要静养 白芸汐这才作罢了 却又默默地流下泪 挨挽动人的样子 让凤子涵的心也跟着花了 你这又是怎么了 世子 你还不如不救我 此来倒也干净了 凤子涵不解地望着她 正要问缘由 却听小兰在外敲门 世子 药好了 是不是要给小姐喂一下 凤子涵咳嗽一声 让小兰进来 小兰端着药碗 看白芸汐在流泪 小姐 可别苦了 再哭伤了身子 白芸汐仍旧垂泪不止 摆摆手 我不喝药 喝药做什么 说什么胡话呢 不喝药身子怎么会好 别人信了 凤子涵微带责备地说道 却借过药碗 端到了白芸汐的面前 白芸汐戳戳戳戳戳戳戳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死要活的 凤子涵问道 他看白芸汐哭成了泪神 忍不住开口 小兰刚要回答 却听白芸汐呵斥道 小兰 不许多嘴 你出去吧 要搁在这里 既然我救了你 你这条命就由我一半了 怎么能随意寻死呢 你且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狮子 您就别问了 这样的事 您听了也是脏了耳朵 我今日偷偷出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了 您以为我是不小心撞伤的吗 谁要逼死你 莫非又是白芸锦 白芸汐只是摇头落泪 再也不愿意多提一个字 看得凤子涵极不可耐 冷眼盯着小兰 你家小姐不说 你来说 不许隐瞒 小兰为难地看着凤子涵 又看看白芸锡 才咬咬牙 小姐 您就告诉凤狮子吧 说不定狮子爷 有法子能包你 总不能真的看着你 往火坑里跳吧 有什么用 我和狮子非亲非故 亲事都得他救命大恩 如何还能连累他呢 凤子涵一听 就不悦地扳起脸来 刚刚救小姐的时候 因为情非得已 已经抱了小姐的身子 对小姐的轻欲有损 所以你的事也算是我的事了 白芸汐还真没想到 没有如此意外之喜 却故作羞涩地低下头 狮子 说这些做什么 我如今这样的身份 哪里敢奢望狮子爷 反正 留着这清白的身子 也没有用了 这样一说 倒是让凤子涵好奇了 究竟是什么事 让白芸汐 连自己的清白都不顾了 不许胡说 女儿家的清白最是重要 虽然因为救人心切 情非得已 但是 毕竟是我做的 所以 我愿意负责 虽然我不能娶你为正妃 因为 但是我保证 只要你愿意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凤子涵看着白芸汐 终于忍不住说了心里话 其实她自从认识了白芸汐 就一直对她心存好感 这是她在其他女子身上 从未体会过的感觉 她直觉地以为 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滋味 既然她喜欢 那还有什么不可以 正妃自然不行 毕竟白芸汐已是庶女 即便是嫡女 她母亲怕也不愿意 让她成为正妃 但是可以做个侧妃 民愤什么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的心意 白芸汐惊讶地看着凤子涵 瞪大一双泪眼 脸上红韵乍起 又迅速地低下头去 我何德何能 能让世子许下这样的承诺 若芸汐 还是过去那样的自由身 别说做妾室 即便是个世子做奴婢 也毫无怨言 可是 说到此处 白芸汐已经泪流满面 凄凉哀怨的 这是闻者伤心 见者流泪 小兰知道接下去 已经没有自己什么事了 就悄悄地退出房间 算是把舞台让给了 白芸汐一个人表演 她却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门口 却一门心思都在房间里面 两个神的动静上 她必须保证 白芸汐和凤子涵有个约定 这样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白芸汐见小兰离开 才不管不顾地 一头扑进了凤子涵的怀里 挨挨戚戚道 施子涵 我愿意给你当奴婢丫头 可是怕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凤子涵被她这突然而来的举动 给弄得六身无主 却不自觉地用手臂 圈住了白芸汐的身子 少女的身体一成柔软 而且因着滋补的好 白芸汐长得 要比一般同龄女子 风银许多 凤子涵本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这种刺激自然是有一些吃不消的 虽然脸色还是如一贯以来的那样冷漠 但是眼神里却有着异样的光彩 白芸汐早就得了陆氏的言传身教 陆氏为了让她讨好大皇子 昨晚就派人来教了她许多男女之事 所以她自是明白 她如何讨得男子的欢心 凤子涵竟有一些无措 你究竟有什么苦衷 狮子 能不能答应奴 什么都不要问 奴没有脸说出来 今日抱着逼死之心逃出来 却有幸能得见狮子一面 此生无憾了 只求狮子不要 嫌弃奴 不知羞耻 白芸汐说着就闭上了眼睛 将粉唇贴在了凤子涵的唇上 凤子涵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可置信 想要推开 却发现自己心底有个声音 却在催促自己将白芸汐报警 终于她还是服从了心底的渴望 她含着白芸汐的唇 笨拙而青涩地吻了起来 两人是一时间有一些难以分解 直到双方衣衫进退 滚落在禅房简陋的榻上 凤子涵却惊觉自己的冲动 赶紧停了下来 自责道 小姐 我 对不起 我不该如此 白芸汐水亮亮的毛子 狠情默默地看着凤子涵 羞红了脸 柔声道 邪 奴 凤子涵点住了她的唇 低声道 不许说了 这样对你不好 你还小 我会等到你急急的时候 说着凤子涵就起身穿好衣服 又为白芸汐将衣服拾起来 递给她 穿好衣服再说 无论是谁要逼你 我都会帮你解决 白芸汐自然也知道 轻易就得到的女子 一定不会珍惜 所以也迅速穿好衣衫 将头发离好之后 才突然从床上起来 跪在凤子涵的脚边 凤子涵赶紧扶起她 白芸汐却挣脱开来 请让奴跪着说吧 否则奴也无言将话说出 凤子涵见她坚持 也只好随她 那就赶紧说 白芸汐听了 又落下泪来 虽然这事不是白木槿逼我 但是和她也不无关系 母亲欠她那么多银子 实在没有办法还上 走投无路 竟然就要将我 将我卖给大皇子 凤子涵一听 眼里月上怒烟 咬着牙 你母亲竟然如此对你 奴不怪母亲 她若还不上银子 就要被送入大牢 到时候 我和弟弟 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白嫁的人如今 已经对我们冷眼相看 若母亲成了阶下囚 但我比死了还要惨 属今的嫡母 苏如和我母亲不和 绝不会善待我们姐弟的 白芸汐苦涩道 凤子含糊出一口恶气 那白木槿就如此心狠手毒 看着你被逼 成为大皇子的禁卵 她素来知道大皇子的恶行 最是喜欢白芸汐这样 还未长成的幼女 没想到 竟然把心思都动到了 白芸汐的身上 她好歹也是侯爷的女儿 即便现在是庶女 也和大皇子以前玩弄的 那些幼女不同 白芸汐的眼泪流得更加凶了 她 她恨不得我们母子三人都死了才好 又如何会联系我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竟然苦苦相逼 丝毫不肯退让 凤子涵听了更是义愤填膺 盼岸而起 这件事你不必担心 我不会让你被人欺负的 白芸汐低着头的眼里 闪过一丝快意 白木槿想要通过逼债整死她 让她成为那个大皇子的玩物 这样就永远地除掉了自己 可是她肯定没有想到 自己能够绝地翻身 攀上了凤子涵 无论是为妻为妾 她只要牢牢把握住凤子涵的心 相信总有一天 她都会是储君王妃的 更何况还没有完呢 她必须要借助储君王妃的力量 将陆氏再度扶正 她还是侯爷的嫡女 白芸汐柔柔弱弱道 多谢世子 可是让我母亲还债的是皇上 我们总不能抗制不尊呢 这又何弹 你们还差多少银子 白芸汐似乎有一些难以启齿 犹犹豫豫的 大概还有十五万两的缺口 如今我母亲把能卖的都卖了 根本凑不出这么多银子 凤子含惊了一下 十五万两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她看着白芸汐 阴阴盼盼的眼睛 终于还是摇摇牙道 银子的事就交给我吧 你起来 把伤养好了 回头我会拆人去跟你母亲说 她必不会再比你做你不愿意的事 白芸汐惊喜地看着凤子涵 连忙要磕头 却被凤子涵给拉了起来 你如今已经是我的人了 就不必磕头 我回头禀明了父母 等他们选好了正妃之后 我定会要你过门做侧妃 你不会觉得委屈吧 奴只要能伺候世子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哪里还敢要求许多 做侧妃已经是莫大的恩典 她当然不会满足做侧妃 现在只是权宜之计 她也知道自己现在无论是身份 还是民生 都不可能让楚君王夫妇同意她做正妻 但是来日方长 她不相信 凭着自己的手段 还有谁能够从自己手里讨到便宜 无论是楚君王选的正妃是谁 都别想安安稳稳地做她的正妃 总要退位让贤的 当年她母亲能稳稳当当地将国公夫人挤下去 她自然不会输给母亲 凤子涵对白芸汐的柔顺和实大体十分满意 身为女子应当如此 以男子为尊 恭敬和顺 又听话又懂事 才适合娶回家去 她拍了拍白芸汐的背 你放心 一切都有我在 白木姐 她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 想要吞自己的十五万两银子 也得看看她有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幸而她在外面另有银声 不然一下子还真拿不出这笔银子来 想着过段时间要举办的是灵烟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不仅名声好听 还可以借机赚上一笔 也就不差这点银子了 小兰一直在外面 将里面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白芸汐果然厉害 这么三两招 就让凤子涵俯首贴二 不仅肯给她出银子 还想取她为侧妃 真是高明 不过她也深深对凤子涵的脑袋产生了疑惑 看着挺聪明的一个人 竟然也这么愚蠢 如此简单的小伎俩 就让她上当了 果然英雄难过美神官呢 谢谢大家